第五十八回 各位 上次那個太平軍的西貞軍 以賴漢英曾天仰一路 就圍著南京城 九宮不下就相當頭痛 在鎮江那頭 羅大江的房地 就暫時沒有南昌那麼緊張 這時候 陳中陽就帶著李世賢 譚紹江地來到中軍將向羅大江稟報 說陰差向榮看到江西戰事緊張 就從鎮江鄧少良的大型到 抽走了兩千清兵去支援江西 他們分析 南昌是不是很快 被賴漢英曾天仰地攻克呢 羅大江就認為時機很好 這幾天 鄧少良縱容部下強佔文宅做兵營 就引起民怨沸騰 被官兵逼到無家可歸的民眾 就紛紛來參加羅大江的太平軍 羅大江就組織了一次一舉兩得的進攻 既升沿了江西 也鞏固了鎮江一線 一百五三年七月十八日的夜晚 羅大江就命令陳忠揚在北枯山撤斷清兵的後路 自己帶著征壯之師從鎮江城就開了一個暗門 靜靜出城外邊 直到鄧少良帶領 火箭火罐等火器就一起拋放 把鄧少良帶領燒成一片火海 鄧少良就潰不成軍 帶殘兵就敗走丹陽 三日之後 羅大江就率領譚紹江、李世賢兩支兵馬攻佔了丹陶 鎮江的被動戰局終於扭轉了 相比之下 天津的局勢都平穩很多 是因當時上海劉麗村率領小都會起義 對太平軍是個有力的側員 這時天津、鎮江、揚州各個戰場的主動權 被楊秀青掌握著 天津就算不是顧藥金湯 也暫時不會受到威脅 他可以分出精力來顧及江西和北伐的戰士 他聽說林鳳祥、李開鋒的北伐軍 在似水過黃河的時候 因為船少人多 有千多士兵沒有及時過渡 就被青妖馬隊追多了 楊秀青擔心這部分的人馬 被敵人包圍消滅了 陳成庸就問是哪一部分 韋昌輝說是春觀丞相吉文元所報 韋昌輝是直接跟北伐軍聯繫的 他就報告說 林鳳祥在朱仙鎮的時候 曾經派過兩個信使回來 一個被青妖抓住 另一個下落不明 到昨天第二批信使回來才知道了 這時林鳳祥、李開鋒已經進入淮慶 淮慶是黃河以北的重鎮 有深河、丹河經這裏入黃河的 林鳳祥想攻下來 但是淮慶知府余炳韜就很奸詐 他大捨了那些監犯 在監犯裡頭有不少能人 其中有一個是挖過煤的 這個家伙每天早上就出去城外看那些草地 只要見那些草葉沒有霧水的 判明底下哪有地道 沒有了,一目了然 林鳳祥地挖的地道 就全部被這個東西破壞了 攻城失利 他們覺得勢孤力丹 同時清妖為了保衛京機 調了很多蒙古騎兵、黑龍江馬隊來 最厲害的是曾格林甚騎師都來買 但林鳳祥的意思是請天津速派元軍去支援 楊秀青就說 現在看來 林鳳祥李開芳是孤軍深陷險地 知現在清妖江南、江北大營 正在加緊圍攻天津 這邊有向榮、鄧少良 北面有旗善、陳金秀、雷爾城、龔陽州 西政郡攻南昌九攻不下 實在是抽不出兵力北上 韋昌輝就認為 無論如何都要派一支隊伍北上 事因林鳳祥李開芳得手 就會令到清廷震盪 對瓦解清妖營女人心極為重要 如果林鳳祥他們潰敗 反而會影響太平天國的士氣 這個道理楊秀青當然知道 不過他不想馬上派員兵 他說 我相信林鳳祥李開芳地 能夠獨撐危局 從廣西打出來 一路上他們都是掛先鋒印 公無不克 不是我就不會派他們兩個率師北伐 韋昌輝就說 就因為他們兩個久經戰陣 沉著勇敢 不是萬不得已 不會連續派信使回來天津求救兵的 這句說話就打動了楊秀青 他想了一陣 嗯 那你寫封信給林鳳祥先 叫他審時度勢行事 未必要一個城市一個城市這樣圍攻 壞興攻不下來就撤走 反正攻黑了都沒力防守的 告訴他們 我會盡快調一支隊伍北上去支援他們 好 然後韋昌輝又說到南昌的戰線 說賴漢英寫信回來 為了吸引支援南昌的敵人 他想長攻九江 楊秀青想了一下就答應了 他忽然問韋昌輝 世政棍用賴漢英做統帥 是不是用錯了人 韋昌輝當然不敢謬謬言說 他知道楊秀青的意思 世政典仗本來沒有賴漢英的名字 但是名單送到天皇請子定奪的時候 洪秀全就加了賴漢英的名字 那到底是想讓賴漢英力練一番呢 還是起到監軍的作用 那就很難估 賴漢英難以勝任 這個是韋昌輝認定了 只要他眼睛瞪了兩瞪 就沒有正面回答 反而將話題就繞到石打開的身上 不如必要時 就讓翼王去督屍吧 羅大江抽到出來 西上就更好 嗯 楊秀青就表示贊同的嗚了一聲 他不太喜歡洪秀全這樣做法 要是你就管 要是你就逃個清閒 半管半不管不管不管又管 很難做的嘛 他已經暗下決心 今天前方打仗的事 盡量不去天皇請子 免得受制肘 楊秀青他真是一步步這樣做 是福是禍 他基本沒有考慮過 反正是為天國盡力 就是最大的忠 那很快就 侯謙方就傳遞了一個訊息給天皇 東皇對天皇使用賴漢英 做江西最高統帥有異議 講了些不公的話 熊秀全當堂整天不來心機 唉 賴漢英又的確不爭氣的 南昌城一尾圍著攻不倒 看來原本想著被賴漢英獨當一面的想法落空 看看外面帶兵的人 十個穿六七個都是楊秀青的人 雖然這些人都是忠於天皇 但以親疏的樹來分 始終都有區別 誰呀 熊秀全剛剛洗完糧 面上還滴著水珠 他又拿出那張寫滿人名的江山一纜圖 掛在平方後面 然後拿著竹駝仔細地看 看看他又伸了手指頭出來 在那些人名中間劃來劃去 最後手指就停在楊秀青那樹 楊富青、楊兒青、楊雲嬌、陳成勇、林鳳祥、李開芳 很多人的線頭都集中在楊秀青的名下 熊秀全沉思著 心事重重的樣子 他偶然想起上一派東王府 異常書侯謙方夾在咒接裡的那張紙條 於是他就走到書桌上 從太平禮制那本書上 找到那張紙條出來 已經被夾到吵吵吵吵的了 他側頭看著後邊 那邊有些水聲 透過玻璃門 可以看到一個朦朧的人影 是程嶺藍在裡頭沖涼 熊秀全起初想夾上那張紙條下書的 想著想著又覺得不太妥 就放在燈上被火拿著 一直看著紙條燒成一片片紙膚 才鬆開手 那時候 全身纏繞著一片霧氣的程嶺藍 在浴室走出來 他一眼看到屏風上那幅掛圖 咦? 陛下又看你的那幅掛圖了? 神妾屬讀詩書 都不知道有這種駕馭天下的妙法 熊秀全坐下 看著半裸的程嶺藍 你明天又要過東王府了 是咯 那邊過來說天父明天下飯 要我接紙 熊秀全說話有骨地說 為何天父對你落紙落得這麼密 全部都是小事 那倒是咯 上次天父告遇神妾 說神妾是天父 專門派下來服侍天皇來的 要神妾不准有半點梳流 每頓飯都要由神妾親口嘗過試過 這樣才給天皇起快 怕人家下毒 熊秀全是言不由衷地說 天父想得太周到 程嶺藍就根本想不到 熊秀全已經對他起了疑心 他剛剛想換衣服 覺得口到寡寡淡淡 連續吐了幾口青口水 熊秀全都定了眼看著他 你這幾天都是這樣 是不是幼了 嗯 天皇你真是細心的 連女人的事都這麼留意 閉下不說 神妾還想換多幾天 這樣說給我猜對了 你真是有了龍種 熊秀全的表情就很目瞎 沒什麼喜悅之情 嗯 陛下 程嶺藍一撲撲入她懷中就炸嬌地說 陛下好像沒什麼所謂那樣的 是 陛下早就立了又天皇了 總之是這樣的 我又何必呢 熊秀全就小小力撕下她的臉 嘿嘿嘿嘿 黃子越多越好 朕都不知道多開心 她若有所思地看著天花板 忽然間說 叫他們上些酒菜 我們喝幾杯 慶何你懷了黃子 這樣說 程嶺藍就開心得整個跳起了 人家 但馬上又說 咦 我們不是禁酒的嗎 喝酒是犯天條 我都沒見過天皇喝過一滴酒 熊秀全今天要喝酒 是一個陰謀來的 不過她告訴程嶺藍知道 因為知道她懷了黃子 開心才破一次泥 相信天父是會原諒的 這樣說法 程嶺藍就更加開心了 趕快叫人安排菜咬 她唯一不安樂的 是肚子裡的那個小孩 不知道是姓紅還是姓楊 姓紅當然當然好 萬一生出來的樣子 像楊秀青的 那就大禍臨頭了 楊秀青眼細耳細 這些特徵太特別了 不過現在想這些事就為時尚早 她必須想法子 哄到天皇開心才行 很難得有興致破戒喝酒 那很快一催 那些工女就擺好了菜咬 熊秀全不用她們擺酒 她自己呢 預先收了一程沉光酒 她在下屬面前 不想讓她們知道自己喝酒的事 於是就對她們說了 你們出去 我們自己來就行了 喝完都不用來收拾東西 幾個工女就應聲退下 順手關上房門 這時程領男就拿去一對象牙筷子 逐碟逐碟菜到點試一下 陛下 這種印度象牙筷子驗毒很漂亮的 不論是披霜還是紅帆 一碰到就馬上轉黑了 熊秀全開了酒情的風口 倒了兩杯酒 喝了一杯先 嗯 看來你對毒藥都幾在行 我爹做湖港總督那時 聽著有人落毒害他 就等我天天用這個法子來試 他誰都信不過 朕又是誰都信不過 那連臣妾都信不過 你是例外 程領男就一樣一樣品嘗著那些菜 陛下 最終於你的 就是我了 如果有人落毒的 我就看陛下死先 洪秀全摺二連三喝了幾杯酒 沒有吃到菜 程領男就說了 陛下平時都不喝酒 今天喝這麼多 因著醉啊 沒事 朕今天開心 洪秀全說口未完 滑滑滑滑又喝了幾口 程領男也陪他喝了一杯 他發現洪秀全很快就醉了 坐在那裡搖搖搖搖 拿酒杯都要拿幾次才拿到 不要喝了你 再喝你就醉了 程領男想搶酒杯 洪秀全不鬆手 還一邊喝一邊說 醉? 誰說我醉? 我喝給他看 醉? 醉? 酒逢知己也千杯少啊 程領男就想起楊秀清交代過的事 於是就乘機說了 萬歲 天朝裡頭 誰對陛下最忠心 陛下知不知道? 那當然是東王 洪秀全是專門說給程領男聽的 不過我聽人家說 有人說東王專權 有些大事都不就請陛下 他專門幫楊秀清來試探 洪秀全就說 這樣就離間 東王的權是朕給的嘛 朕要他專權的 如果沒有人專權 個個都說了就算 靜靈多出 會亂龍的嘛 那東王知道陛下的心嗎? 我們都是天父的兒子 怎會說不知道呢? 你別看東王這麼兇死 沒什麼人情說的嘛 他個人心地好好的 天朝如果沒有他撐著 都不知道會電成怎樣 朕… 朕哪有這麼逍遙自在呀 照這樣說 陛下不想打理朝政的啦 哈哈 哈哈哈哈 朕有你們陪著 吃、喝、玩、樂、不用休 那就好了 朝政的事 等…等東王他們管嘛 晴靈南聽洪秀全這樣說 還是不信得了 就進一步試探嗎? 這樣不行的 你放了拳 到時萬一東王變了心 來個後宮散衛 閉下怎麼辦呀? 放人之心不可無呀 放拳都要有個限度的嘛 洪秀全就成是醉貓那樣摔頭摔腦 蛇蜊那樣眼射著晴靈南 她…她…她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衫 我…我在東王府那裡安插了人 她踏在尾上 我就知道她在做什麼了 請你南大大嚇驚了 哎呀,那就對了,那就對了 那是誰呀? 她辣公深切,問得太白了 洪秀全就特意吊起來賣了 呃…不說得的 嗯… 陛下這樣都信不過我 難為我交了個心給你了 嘻…不要這樣呀 陛下怎麼會信不過你呢? 這樣吧,我告訴你都可以 不過你千萬不要再告訴別人 嘻… 那個人… 就是成相爭水縣 朕在武昌出來的時候 就安插她在那裡的了 哎呀,那太好了 這樣才是有備無患的嘛 洪秀全跟著頭一撇 早已經沉入夢鄉 叫她一聲打鼻寒 程領南就眼瞪瞪瞪瞪了 她好像要嘴著一番 洪秀全洩露出來的機密 她覺得天王所說的不是罪話 句句是真的 喏…洪秀全是相當會做戲 她爆了一點料出來 就想嘗試一下程領南 會不會說給楊秀清知 程領南又會不會中計呢? 哎呦,我們會來看 …